大家好 我是Stable的小烏 我們今天好爸爸系列來到一台 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的一台車 好 至於什麼車呢 來吧 Odyssey Yeah I just gotta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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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ome I just gotta go home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訪問車主 今天開箱這個也是真正的好爸爸系列 怎麼稱呼你 這台Odyssey買到現在改花多少錢 可以直接 能講嗎 還是不方便 怕老婆知道 幾十有 幾十有 好吧 那不方便講 我們就先不講花了多少錢 改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講一下 Odyssey為什麼說是好爸爸系列 我們來先看內裝好了 天使眼 你看這個 大理石紋的地板內裝 那Odyssey舒服的地方就是在於 這後座 它雖然沒有Alpha的那麼的霸氣 但是我覺得它的舒適性一點都不舒服 真的 多舒服啊 進來一下看這個內裝 還有電視 這台電視幾吋的 13 13吋的電視有沒有 這個後座坐在這邊就是很舒服 這還不算是好爸爸系列嗎 我覺得Odyssey真的是一台很適合全家人的車 超舒服的 輪框 輪圈 兩片式的鍛造輪圈 對 20吋的 這20吋的 電鍍金耶 電鍍金不好顧 Play-Gong的 全大八後大六 全大八後大六卡錢 對 好多少錢不能講 不好說 有時候改車這個東西就是慢慢改的 那為什麼不能講呢 因為老婆也會看 老婆也愛改啦 老婆也愛改 真的假的 只是我報的價格有時候會有一點落差 一點點落差 小落差 其實也沒有差很多 頂多差一個0而已嘛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一個數字而已 就差一個數字而已啊 沒有差很多啊 看一下內裝 這人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只有自己看的 別人看不到的 但是你還是很想改 那個東西就是方向盤 還有內裝這些東西 小配件 平常在外面是看不到 連這裡都 都改了耶 這方向盤是不是會有轉速的 對超轉的 超轉的可以發動來看一下嗎 你直接踩煞車按那個鈕就可以了 它這邊已經改成那個鋼鐵的 來看一下喔 多可愛 來看這裡 你看方向盤上面就有一些數據 這個是轉速上面是時速 對不對 可以踩油門嘛 可以 來看一下 這個就轉速 這個就有超轉燈 這超轉燈吧 這超轉燈吧 沒有 沒有 變形從 卡蹦 方向盤 多功能 數位 這螢幕超大耶 這個是幾吋的 也是13.3 三環表 那個螢幕也是車友 他們自己去設計 做討論研發的 所以是車友之間一起開發出來的 對 車友自己開發的 好 你看吧 一台車就這樣 這是一種態度 這台車 當然改到這樣子 一定也有改氣壓 氣壓 好不好開 好開 好開 氣壓是什麼牌子 FREE AIR的 喔 氣壓是FREE AIR的 用多久了 氣壓用多久了 兩年了吧 兩年有出過什麼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其實氣壓是很承受的東西 當初改氣壓是想說 在小孩比較方便 然後 奶奶又年紀大了 膝蓋不太好 那這樣 上下車 膝蓋不用抬這麼高這樣 嘴炮啊 當初是為了這樣 男人的嘴齁 我跟你講就是不能太相信 為了改車 總是編了很多的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這車原本就不高了 還跟我說奶奶的腿 這樣子爬不上去 這是很造型 我曾經也是這樣子 我那個T5真的原廠很高 我改氣壓也是為了讓小孩 比較好上下車 這倒是真的 我爸爸是應該這樣子沒有錯 我們來看他的那個引擎蓋 這挖洞的 這車頭你看一下 歐德西的車頭真的蠻帥的 很濃濃的日式VIP的味道 有沒有 這種氛圍這種感覺 就是濃濃的日式VIP JDM 這個大燈也很用心 這日行燈 有了 這蠻漂亮的 這大燈這樣花多少錢 加起來四五萬吧 因為那個大燈本身也是日規的 直接日規買回來改 日規買回來 然後再改這些東西進去 對 再手工改這些 它原本只有兩顆魚眼 再多加魚眼進去這樣 四五萬 玩車就這樣 這邊幾萬塊 這邊幾萬塊 這邊一點 加起來 就是一個快樂 測裙 空力套件 趴下來 這個測裙是這台車專用的嗎 算是 但是買回來整個切掉重做過了 喔 切掉又重新再做過了 又手工改過 對 整個手工改過 尾翼 這一隻也是 這個算尾翼嗎 中尾翼 中尾翼 對 這算中尾 這個是尾翼 對全斷 後車箱有東西嗎 應該也沒有 因為椅子滑到最後面 對對對 來看一下我們的logo 還是 這是我們的知識 還是來看一下 我們立體的車票 好像多帥 好拉遠 歐德西買到像 歐德西現在幾年車了 七年了吧 所以你一手嗎 對 一手七年 沒有沒有 我是118年買的 18年 所以這幾年車 五年了吧 歐德西還有油嗎 我市區平均一公升 大概跑八點多吧 八點多 對 算正常 沒有說省油啦 因為畢竟 輪圈越改越大 東西越改越多 它多少會影響油耗 像輪圈裝17吋 跟20吋差起來 我跟你講油耗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開起來也完全不一樣 但是就像 就套一句一個 朋友講的 沒有油就加就好啦 我當初要改 20吋雙片很猶豫 我就問車友 問北部的車友 對 所以我想說你管那麼多 反正帥就好了 帥很重要好不好 對 問那麼多幹嘛 就是帥比較重要吧 好不好 就是人力範圍內 尋找到自己的快樂 我覺得歐德西真的 你幾個小孩 兩個 剛剛好耶 兩個小孩超開心的 這個車做習慣 做別的車多做不習慣 對 它真的是好爸爸氣 如果再下一台車 你會想要換什麼車 再來就往大的換啊 就可能就Alpha之類的吧 它雖然沒有Alpha那麼霸氣 但是它滿屁免Alpha的 主要是那個時候覺得 小孩子那個時候還小 所以沒有買到那麼大的台 如果小孩再大一點 可能就會換 這尾燈也是改過的吧 對 尾燈也是改過的 這是熏黑嗎 是日規嗎 就是副廠 這是外面出的 對對對 熏黑尾燈有沒有 白車黑尾燈 好看 好啦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了啦 今天也是來幫 幫他做一個紀錄啦 車改到一定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可以當作回憶 我覺得影片 對 照片跟影片 喜歡我們的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 訂閱 Go hard